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房子 不是这一套正在盖的 也不是那一套挂架 280万标准地的一个旧房子 而是这一套非常漂亮的一个 法式现代风的感觉 我们光从它整个的一个 外面的样子来看 就深深的爱上这套房子了 今天也非常开心 是我的好朋友尾路的邀请 然后你看它整个门在中间 两边是这种很对称的 细长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所以说总体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的颜色用的也是这种暖色系 所以住起来也会让你感觉很温暖 然后门前有三个门牌号 就寓意着咱们这个房子 有三个地址不简单 整个主层是给自己使用 可以非常好的 让我们不光住的舒服 这也是一个罗宾的学区房 那么楼下一层也是可以出租 有单独另外一个号 然后后巷屋还是有一个号 所以能保证我们妥妥的一个现金流 你从大门进来之后 其实就能感觉出来 这个房子造的还是非常的有质量 你看它整个没有什么白衣墙落在外面 都是壁纸或者箱板 然后你就能看到自己法式这种小窗户 进门左手边就是它的一个书房 书房这边也是一室感满满的这种双开门 你可以在这边办公 或者是在这边冰响 或者是三五个好友在这边比较私密的聊天 都可以 这边你就可以做成一个主要的客厅 当然你可以放一个三角钢琴 在这边让孩子那边弹琴 练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边门进来之后 是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Building的柜子 这边整个过来之后是一个客厅 饭厅客厅 整个的设计也是比较有种法式的感觉 但是比较简单 你看它上面的屋顶都是Chrome Moulding 也没有说很复杂 Building Speaker 什么空调地暖 这些咱就不说了 这边你看它也是后边有一个这种木色的箱板 基本上有箱板的地方代表着这边是有一个功能性的 有一定的这种表象 这个还蛮不错的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超大的L型的一个厨房 中间一个中导 做工也是感觉非常的真材实料 这边子母门的冰箱也是米勒的 好吧 然后这里是一个烤箱 然后微波炉 然后倒顶的橱柜 展示柜加上橱柜 然后超大的抽烟机 你看它整个的防线墙在这边 就是做的这种造型 还是比较有新意的 马赛克 然后这种小的小片 然后还有动线这种 感觉不错 然后整个这个煤气炉灶呢 有些米勒的 它的这个吸厨装的是米勒的 它的这个中厨呢 也同样是煤气炉灶米勒的 所以它整个的一个 这个叫什么 整个的用量呢 就比较十足 它的中厨呢 在这边 透明的这种玻璃门打开 然后六个这种商业级别的超大的炉头的这个 stove啊 然后这边吸手池 然后这里呢 也是有窗户 也都是倒顶的这个储物空间啊 也同样跟我们配这个冰箱 所以整个这个中厨的功能性呢 就比较强 然后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后院的 后院呢 你看这边呢 是它的阳台 整个它又做出去的一个deck 上面呢 还加了这种太阳板啊 三面都已经给我们装了这种电动的遮阳 遮阳的这种帘子啊 所以如果说大家觉得太晒 你完全可以把它放下来 然后它整个的这个空 整个的这个花园呢 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这个比较深嘛 所以你看空间是非常够的 而且你跟后巷屋的距离呢 也是比较比较大的啊 话不多说 我们进去来看一下后巷屋到底长什么样 然后后巷屋这边呢 还有另外一个车库啊 然后车库的边上呢 还有一个露天的车位啊 你这个侧拉门一推进去之后 这车呢就可以停进来了 所以总体的一个实用性呢 是非常的高啊 楼梯间呢 这边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窗户啊 所以整个采光的比较好 而且这些地方呢 用的都是engineer hardwood的啊 所以说非常的结实啊 这个是金属的 也是很有质感啊 好我们进来这边呢 就是它主卧 主卧呢 同样也是装的非常的漂亮啊 壁纸啊 镶板啊 然后这边呢是朝南的 同样呢 我们从外边 从里边也能看到 外边的这种窗户 然后这个呢 是中间的当时那个窗户嘛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梳妆台 你可以在这边化妆 然后这边走过来呢 就是它的浴室的 浴室这边呢 其实做的也是非常简单啊 但是功能性很强 你看所有的瓷砖上墙 包住了整个的这个墙面 然后双洗手持 然后这个化妆灯 你看这个灯还是非常的梦幻的 然后这个有这个蒸汽功能的这个淋浴间 还有制装马桶啊 还有浴缸啊 本身样样都很齐全吧 然后它的这个衣帽间呢 做的也蛮不错的 这个衣帽间呢 它是整个build-in的柜子啊 你看 整个到顶的柜子 所以说它储物空间呢 是非常的大 而且这种设计呢 贯穿了整个二楼的一个设计 所以说设计师啊 真的是要给你们加鸡腿啊 比如说 你在这个二楼的走到这边 有更多储物的空间 也是build-in的 然后左右两个房间呢 它每个房间呢 都是有这种build-in的柜子 在这边是吧 然后呢 也是配备了一个洗手间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房间呢 跟它是一样的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这边呢 还有个落地窗 你可以通过这里呢 直接走到外面的露台 阳台吧 然后你可以直接 看到自己的后院 这可以说 非常的舒服的一个感觉啊 从一楼下来啊 它整个楼下的这个布局 可以说灵活度很高 中间一道门啊 直接分开了两个区域 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看啊 这边呢 屋主当时是把它做成了一个孩子的活动室 或者创造室 画室之类的在这边 那你可以在这边工作呀 如果你想要出租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呢 变成一个厨房 你可以整个把这个当做一个studio啊 租出去 那边呢 也是直接可以出去啊 这边呢 也是有洗手间的 那么 那这道门呢 就可以把整个studio呢 整个的隔开 那这边楼梯间 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 这边呢 洗衣红衣机的下边 这个屋主洗衣服 在这边 然后这一道门呢 如果把它关起来的话呢 首先这是个影音室 这个影音室呢 如果你想要出租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回到一个房间 那么那个房间 配备这个洗手间 以及这个厨房 它就是一个意识一听 你就是可以直接出租出去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走出去 独立的出入 那么屋主呢 是没有把它出租过的 所以整个的一个状态 可以说真的就是全新 然后从下面你能看到 它天井呢 也是比较宽的 所以这边的采光呢 其实还蛮不错的